伊斯兰党要负很大的资源 因为伊斯兰党在一开选战 就帮彭小豪祝国 有一个汉式 在马来西亚政治里面是很关键的 就是教 因为在马来人来说是宗教 在华人来说是华教 任何政党去攻击伊斯兰教 就会被大部分马来的选民变弃 任何政党去攻击华教 就会被大部分华人选民骗弃 如果伊斯兰党在一开选的时候 没有去攻击华教 彭小豪尽管表现非常出世 未必能够势奴过度地稳住原来西门的西本党 依勤团长去攻击彭小豪华教的被子 也等于得罪 因为80年代引降 基本上10个华人的孩子9个去发酵 所以当你去攻击彭小豪的华教背景的时候 你等于在提醒华裔选民 不能相信我们 只要这个因素一发酵 就很多人本来是觉得说 我是准备不投票的 他们就改变主意 是准备不投票的 是准备不投票的 是准备不投票的